国道一号气质五股高炸路段 发生了惊险的意外 晚间惊传火烧车 小客车被烧到剩下骨架 还好驾驶有及时逃生 另外国道三号大西路段 则是施工人员被恍神的驾驶给撞飞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吓闹惊呼一声 驾驶放慢车速 因为一旁小客车 整台车都被大火吞噬 消防人员到场紧急拉水线灌旧 就怕火花掉下桥又引发意外 在桥下也有消防车待命 国道一号系五高架圆山路段 三号晚间七点多 黄信驾驶发现车子有异状 紧急停号路间 才没过多久就烧了起来 索性驾驶及时逃生没有受伤 但同样在国道三号还有惊险车祸 交通维持人员在外线摆上三角锥 准备进行道路施工 没想到白色小客车突然向右偏移 当场把人撞飞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原来一名旅行驾驶三号晚间 行经国山南向大溪路段 疑似是精神不济插撞施工人员 现场一人轻伤送医院减伤 施工人员手脚擦挫伤 该车驾驶无依旧情势 在国道上高速遭撞 幸好施工人员伤势不重 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后续也将驾驶带回讯问 离情造势原因 也提醒开车上路 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 确保自身及他人安全 继续报道